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晨曦源》是我们的原创故事 延续《三四三世十几桃花》的美好感情 如果要再去突破创新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有难度 每一步我都会很用心地做 要求自己要沉淀下来 回归到很简单很真我的一个状态 张淑平老师基本上就是一个匠人心态 他们的选材设计都会想很多很多 一个蝴蝶简位置在哪儿朝向在哪儿 近乎苛刻 冰珠压折全手工编织不断地追求 让它的细节更饱满更丰富 比三生的时候还好 跳出规则突破传统 做造一个飞般的天宫 让我们有无限的空间去想象 将一个虚幻的世界从无到有建构出来 我们要创作的不单单只是一个坏制人口的影视作品 我们希望创造的是这个属于我们的神话世界 研读剧本 反复地看 感受人物的爱恨情仇 挖空心思地去让自己这些年积累的东西 转变成好的音乐作品 每一个角色都是摸索前行的 最后我们都能够找到一很好的演绎的方式 希望能够把我们在做桃花的时候 没有做到的做更多的创新更大的提升 我们是在做一个新的极美神话 每个主创都在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这种纵志成城的凝聚力 比一切都来得珍贵 我们是在做桃花的境界 我们是今天见面的互联系 草莲的孕刻 我们是给你的水分 4的游泳 感谢观看